Hello大家好,我是Kathryn 我們今天來看一款超級可愛的模組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後面的這三個東西 是不是超級酷的啊? 就是我們有機車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 這個是Segway 它是平衡車嘛 還有這一台沙灘越野車耶 超酷的 那這個是你們有人向我推薦的模組 我看一下覺得超級有趣的 就來介紹給大家看囉 那這三個交換工具 都是從大學的腳踏車去改的 不過這個模組的作者 他是說不刷大學資料片就可以使用啊 只要主程式就可以了 那我會把這個模組的下載連結 放在影片節節裡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喔 那你們應該都知道 我一直都超想要交通工具的嘛 所以到我看到這個模組的時候 就覺得說 哇,這也太酷了吧 超酷的 它做得好逼真喔 超像真的機車耶 而是長得很像那個什麼 什麼G牌的 像不像 它是那個M開頭的 有點像吧 超酷的 而且還有三款喔 然後刷這個 腳踏車改的交換工具啊 就讓我想到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這一款 這個是 很像GARF球車的這個東西 這個也超可愛的啊 那如果說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之前有介紹過 我會把那個連結放在右上角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車子它有不同顏色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機車好了 這個機車沒有貨照鏡耶 突然發現 好,我們看一下喔 有什麼顏色 有黃色 然後藍色 綠色 紅色跟 桃紅色耶 我感覺我就選白色 紅色也不錯啦 我們來一台紅色的好了 然後這個是那個 電動平衡車 那個Segway嘛 這感覺比較不流行啊 可是它也是超酷的 感覺超適合都市裡使用的 短距離的 這個有不同顏色嗎 有耶 真的耶 太酷了吧 然後這台是沙灘熱熱車 這個一樣 有不同顏色的 顏色都是同一款顏色的 所以給它來個黃色好了 好,就這樣喔 那我們馬上試騎我們的摩托車吧 超期待的 我們今天用我們的橙子來試一下喔 我們橙子這個衣服是溫馨小聚的 如果說好奇的話 那我們騎一下喔 它這個選單呢 會叫腳踏車啦 因為它是從腳踏車改出來的嘛 然後這個改成摩托車超適合耶 因為摩托車它也是有那個 那個側柱嘛 所以要踢側柱那個動作 超酷的 好,我們看一下吧 我們還是會戴安全帽了 還是會戴這個腳踏車的安全帽 它會怎麼騎呢 它腳會動嗎 哼 它腳會偷偷動有沒有 不是很明顯啦 人物的那個腳的動作比較不明顯了 可是還有頭動喔 喔,這個頭動可能是踩檔喔 對吧 踩檔 雖然說這種摩托車是沒有檔可以踩的 超好笑的,看一下 這很超酷的耶 這個好適合機車喔 這個我感覺我會拿來用耶 這真的太可愛了 才讓我們橙子騎一台摩托車了 超酷喔 而且超適合耶 完全沒有違和感 之前我們看的那一台電動車喔 之前我們看的那一台的高爾夫球車 看起來有點好笑嘛 因為實際上它是外殼的車子 可是裡面它是用腳踏的 所以你們都會笑說那個是 老年代步車 之前那一台真的蠻像那種老年代步車的 那這一台我覺得說 就真的很像機車了 超酷喔 好,那我們再來試一下喔 我們再來試一下旁邊這個好了 是這個Segway 這一台感覺超級時尚的 之前在路上有看到有人用這個東西 我覺得超好奇的 就想說,哇,這個到底是怎麼樣運作的 聽說還可以藍牙操控是嗎 都好像好酷喔 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感覺很時尚 雖然說比較少看到有人用啦 這一台我喜歡的 超適合在大車裡啊 在什麼都市裡使用的對吧 是很短距離的 這台不錯啊 而且它這個作者還蠻用心的 它就是有把每個不同交換工具的 那個騎的方式都有改啊 所以騎這個時候是站著的 然後騎剛那個時候是作者的 而是想到隨便踏有沒有 它腳是蠻安穩的 所以它還有更改人物的這個動畫模式耶 超棒 好,那我們再來試一下那個越野車吧 來喔 我們再來試這台越野車 在都市裡騎越野車 這個試一下喔 這個也會踢側住耶 然後呢,這個怎麼開 喔,這台也很適合耶 看起來也是超級沒有違和感的喔 對啊,超棒的 這不錯耶 而且它輪子動得好自然喔 四個輪子 不過感覺啊,在路上開這個東西 也太狂了吧 這有點好笑 不過也是蠻有趣的啦 不過還是比較喜歡剛剛那一台 那個平衡車或者是腳踏車 我不是腳踏車啦,那台機車 所以你們覺得怎麼樣 你們喜歡哪一台 你們覺得我們要給我們蠢子用哪個東西 我覺得蠢子適合那台 塞鬼或是機車 這樣也都還不錯喔 我覺得還有燈耶 天黑了它也開燈有沒有 開頭燈耶,太酷了吧 超酷的 好吧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非常感謝你支持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我訂閱的話,記得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我們就下次再見,掰掰 我們下次見